五明,你来那院停车场一趟,我在这里遇到了麻烦 好的老板,我马上就到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别想走出这里 如果失去的话,赶紧跪下磕头认错 是吗?等一下我们就看看谁磕头认错 十三老板,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哪个不长眼的敢得罪你 你看,就是他们几个,扬言要我走不出这里 我的天,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可以让昆蓬大厦的总经理毕恭毕敬 要知道在魔都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五明可是黑白通去的人物,吴总 这里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 呵呵,方圆龙你真是长能耐了 竟然扬言要让昆蓬大厦的大老板走不出停车场 还要让大老板给你一个说法,你问心自问,你配吗 什么大老板,他不是只是个司机吗 司机,你脑袋是被驴踢了吧方总 是谁他妈的告诉你的,只是一个司机 十三先生可是昆蓬大厦真正的控股人 你说吧,今天想怎么死 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 吴总您就抬抬手放我们父子一马吧 放不放可不是我说的算 这要看十三先生的意思 我怎么记得啊,刚才还有人说让我走不出这个停车场 十三先生,这都是小老儿有眼无珠 不认得您这僧大佛 您看这样行不行,晚上我摆一桌子宴席 亲自为您赔罪 赔罪就不必了,我命你查查这军政人寿的租金 什么时候到期 十三老板,这军政人寿的租金上个季度 只交付了三分之一的租金 这个季度的还在拖件 嗯,三天之内让他们把租金交起 然后就自己滚蛋吧 十三先生,你这也太霸道了吧 我们公司可是和你们签有协议的 你说的是不错,但是你违约没有付购租金在先 实行在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三天内补购租金,立刻搬走 完了完了,这昆蓬大厦的写字楼虽然贵 但这里确是公司实力的象征 如果自己的公司被赶出昆蓬大厦 那可要丢掉一大批客户 吴总,我们俩也是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您看能不能帮我求个请 方老板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和你之间可没什么交情,我劝你还是按照我们大老板的意思办吧 否则的话,我们只有走法律途径了 爸,你没事吧 你他妈的是我爸,你们两个是我祖宗 我他娘的当年就该把你们两个喷到墙上 就不该剩下你们两个惹活精 系统,签到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锦绣怡婷小区一个 一个小区是什么鬼 难道说自己这是直接拿下了一整个小区 而不是一套,或者说一栋 你好,我们这边是锦绣怡婷小区售楼处 请问您是十三先生吗 对,我是 好的,十三先生你好 您所购买的房产现在房产证已经下来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验收一下 嗯,你把地址发给我,我今天就有空 十三先生你好 我是之前和您通话的那位经理 我叫钱明 嗯,钱经理你好 呵呵,十三先生还真是年轻有为 请您稍等一下 我这就派人将您的房产证给翻上来 十三先生,这里都是您的房产证 一整个锦绣怡婷小区 一千两百户都办齐全了 并且所有的房屋都按您的要求做了精装修 这锦绣怡婷可是魔都最高档的小区之一 周围更是环绕了几所最顶尖的小学和初中 而且每平米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八万 我跟的这个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别人买房都是一间间的买 他却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